阿公过世后 我找到了一本白色的相簿 里面有张老照片 背后写着电话号码 我试着拨打 但结果是空号 询问父亲后才知道 这是以前三合院的旧电话 再继续 整理阿公的遗物时 除了摆放在五朵柜上的相框之外 意外地发现柜子里面的白色相簿 里面的照片有各式各样我不曾见过的 不同时期的阿公 以及其余家庭成员的照片 相簿中的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 大概是三四十岁上下 我看着装着阿公相片的相框 试图去理解他过去的生活 以及试图去了解他这个人 阿公跟我现在年纪差不多的时候 进入台店上班 店里面的职员还有亲戚们说 阿公担任班长时 底下管理五到六位雇员 但由于班长的责任较大 所以很多事情阿公都怕会做不完 宁愿牺牲午休时间来完成 他不愿意麻烦别人 而是自己默默地做着很多事情 将总统金国先生将由大会主席副总统 以及总统府的秘书长参军长等 陪同 毕临总统府阳台 现在会场响起了总统好的呼声 总统 已经出现在总统府前面的阳台 向会众们挥手致意 11月21日是我的生日 恰好在这天 父亲与母亲 在三合院的客厅派照与宴客 他们不知道多年后的这一天 也将迎来我的出身 客厅中的摆设 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 取而代之印象最深的 反而是和阿嬷一起睡觉的那张道明层 床大大的 有令草的味道 也有每周五晚上 阿嬷拉着我的手 一起去逛夜市回来的混杂油泥味 记得有一次卧室里出现一只巨大的辣牙 我拿着水彩画笔 沾上水彩向它涂了去 这里有好多我的回忆 随着三合院的拆迁 部分的我 好像也被遗落在这儿 而停止往前 我是改过名字的 以前叫做雨香 宇宙的雨 非常的香 长大后的我如果还是叫做雨香 也许我会这样跟人家介绍 相簿中留有一张字条 阿公亲手写下我的名字 还有当时三合院的地址 随着道路拓宽 这个门牌号也成为历史 为什么唯独是我被记录下来了 这么多后辈唯独留下我的名字 这难道是某种召唤的线索 或者像是启示一样的东西 在叫喊着我去寻找吗 听父亲说阿公以前念的是日本工学校 父亲曾经赞助过国小的百年校庆 而得到一本纪念专刊 打开后才发现 唯独阿公那一届的毕业合照 疑似了 阿公的导师是来自日本九州的竹下星先生 老师在80年代前后每年都会来台湾 而台湾的老同学们也都会陪他聚餐 父亲每年都担任司机 负责在阿公去参加聚会 一年一年过去 每年能够来的同学慢慢减少 有一年 老师不来了 1997年 我记得三合院道成 在太阳照射后的道香味 公鸡们在庭院内 四处流窜滑稽的景象 三合院内采光不佳的房间里 阿公烧着煤炭取暖的浓厚炭味 总是在播放着NHK的电视机 阿妈榻榻米床上的味道 堂哥收藏的各式电子游戏机 还有午后坐在中间 什么事也不用做 就这样耗着 等着时间过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